基本法第六十三條 我們有基本法推廣都道委員會 張俊勇、李浩然和我們繼續講解 一些相當重要的基本法知識 尤其是我們香港是一個重視法治的地方 第六十三條就一定要詳細講解一下 第六十三條就說到 香港特別行政區律政司主管刑事檢查工作不受任何干涉 我們之前都講過 律政司在回歸之後有律政司和律政司司長的區分 律政司就是那個機構 律政司主管刑事檢查工作的意思不是那個人 就是這個機構負責刑事檢查工作 Thomas的重點或者我們應該要去思考的位置 在這一句是哪一個部份 這一句其實他講得很清楚 就是律政司是一個香港負責的一個機構 刑事檢控的工作是交給律政司做的 但我自己的看法就是律政司就是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的一部份 這條的寫法我都想問一下浩然記上 我理解不如律政司都是政府的一部份 但為何這條基本法這條寫法就是寫香港特別行政區律政司 但沒有寫政府的那樣子 其實Thomas提出了一個好問題 其實就涉及到這集通說說多些法治 因為我們一般來說知道大體上在普通法系的地方 就會將案件分為刑事案件或民事案件 民事案件相對比較簡單 就是兩個民事之間他們有些糾紛 你覺得我侵犯了你的權利 你告我有些賠償 但刑事他除了是那個所謂侵害的權利 其實不單是那個當事人 而是一個公共的整個社會的秩序問題 例如可能是強姦或是一些暴力等等 全部都是社會治安和規則都是同時被侵犯 所以需要由一個公權力代表當時人起訴被告 所以其實是政府出面去代表社會去做這件事 所以這裏說得很清楚 其實證言你所說 這條條文有兩個重點 一個就是為何是律政司主管刑事檢控工作 其實就是這個背後的理念 第二就是 Wincent也提到很好的 我們一直以來基本法其實都是一個很重視 和保障我們法治的一個憲制性文件 我們所知道的或我們應該理解的所謂法治 除了在審判過程裏面 我們大家都知道法官是獨立的 不受任何干涉的司法機關也是獨立運作 其實在包括整個司法程序裏面的檢控階段 其實他們的工作都應該是以專業和法律角度去考慮 而不受任何干涉 只有這樣組成之後才是整個法治 整個司法的獨立才能夠存在 所以這個條文應該就是 為何特別提及刑事檢控 民事就是一些當事人之間自己處理 但作為公權力的話 在憲制性文件規定是合適的 然後從而保障了一個司法獨立的存在 所以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